简单的为鸡油增加金黄色的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胡萝卜片 来 我们一起放进去 哈喽 欢迎来到环境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今天分享什么呢 秋天到了啊 秋冬季节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菜呢 就是需要鸡油 比如说鸡油豆苗啊 然后还有一些 总之吧 鸡油拌饭都可以啊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炼鸡油 介绍一下食材啊 其实今天食材也没什么可介绍的啊 这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的 就是鲜的鸡它给掏的 这个黄油鸡的 甚至黄油鸡的鸡油是不是贵点 这是八块 普通的鸡油是六块 其实我觉得家里边都可以啊 我们买的黄油鸡的 炼完的鸡油现在是黄一点啊 然后这个葱 姜 还有干葱 这个胡萝卜 胡萝卜是干嘛用的 待会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现在先加工食材啊 这个鸡油我们买回来 你看啊 这里边已经有水了 这个呢 我们提前清洗了很多遍啊 至少要清洗三遍 这个就放在这儿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 家庭版的鸡油的方法啊 酒店厨房呢 就是他们有另外的方法 这我们不管 鸡油呢 其实炼的时候也可以蒸 然后我们今天就直接 给它编出油了就可以了啊 但是我们要先飞一下水 先把水烧开 那我们现在随便的 切一点这个大葱 其实这个不用特别规范 主要就是去除这个鸡的这个腥味 干葱几瓣这个切大点 其实贵正不贵正都没有所谓啊 然后姜 姜也一样啊 最后这些料 反正我们都是不要的 是不是有点浪费 其实说是不要啊 我们这个炼完鸡油的这些葱姜的这个香辛料 其实也可以再给它剁一剁 比如说拌个什么小凉菜的时候给放进去 然后当个蘸水什么都可以啊 胡萝卜 胡萝卜那现在就一起说吧 炼出来的鸡油就是金黄 然后清澈 是最好的 我们买的黄油鸡 可能就是炼完了以后应该已经就很金黄了 但是如果要是不金黄怎么办呢 我们有两个方式 一个呢就是用胡萝卜素给它增加一些金黄的颜色 还有一个呢就是南瓜 那我们不用南瓜了 我们就演示一下 这个胡萝卜也不用去皮 直接的 我们在餐厅做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胡萝卜或者是南瓜呢给它打碎 但是我们是用蒸的方式 块就可以大一点啊 就是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没有所谓 反正最后这个我们也是不要 食材初步加工就是这样 这个水其实不用等它开啊 直接把这个鸡油放到里面 原则上呢应该是再切一点小块啊 其实我们这个鸡油的块也不大 所以我就没有切啊 简单的焯一下水 鸡油稍微的一卷曲 看见了吗 其实现在可以把火关了 稍微一卷曲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捞进来了啊 我们的鸡油还真是不错 照一下锅里边 我们只是焯了一下水啊 就是这种状态了 开了吗 好我们现在把水倒掉 我们开始加工鸡油 回来这样 是不是我们换一个锅吧 鸡油呢 我们练出来还是金黄色的 所以我们换一个小的陶瓷锅 看得更明显一点 我们把火打开啊 焯完水的 你看这里边还有点水是不是 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都给它倒在一起 如果要是觉得稍微大一点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它 你看这个稍微有点大 我们再用刀斩一下 给它斩一下 不用太大啊 炼鸡油呢 就是我们的方式 一定要小火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点啊 我们这是家庭炼鸡油的方法啊 主打一个什么 甚至 随性 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炼猪油的方式是吧 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我们今天先炼鸡油 然后回头再跟大家分享炼猪油的方式啊 我们不用着急啊 我们要慢慢的 慢慢的 你看黄不黄身是 你看我选的锅还立功了 是不是 用这个黑底的 我估计看不太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姜先放进来了 葱先不要放啊 因为葱是容易糊的 大葱跟干葱都不用 我们可以放一点白酒啊 不要放料酒 花椒酒什么都不用 我们就来一点点白酒 这是高度的 不 想不想喝 这个时候稍微的可以给它开到中火的程度 熬到什么程度呢 葱师 熬到缩小 什么缩小 熬到它的水分都挥发出去 确实它这个鸡油会缩小 我们要是练猪油呢 最后呢就成油渣了 那这个饮料啊 这是鸡油渣 中午其实有一碗 热气腾腾的米饭 来点鸡油渣 你觉得怎么样 香 打包 来 葱师 给个特写啊 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泡 这个泡呢 就是它的水分在不断地蒸发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小伙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有五分钟了吗 差不多 这个时候呢 来 我们把我们的干葱放进来啊 大葱还是先不要晃 大家这样啊 就是要注意安全啊 可能就是随着水分的蒸发 还会有一些飞溅 你看我把这个干葱放进去 它这泡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这是干葱里的水分在释出 来 我们现在把大葱也放进来啊 大家看的这个泡越来越多 水分越多 它泡越多 我们放的干葱 放的姜 放的大葱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 去除这个鸡油的 或许带有的腥味啊 我们解决这个鸡油的腥味 现在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是我们记住要先焯一下水 焯完水之后放里面 然后我们放的姜 放完姜之后 干葱 干葱完了大葱 我们还有白酒 能记住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简单的为鸡油增加金黄色的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胡萝卜片 来 我们一起放进去 现在我们大概炼了有七八分钟了 对吧 我们现在把这个胡萝卜放进去 那么鸡油炼到什么程度 就是算可以呢 就是当这个胡萝卜水分 基本上全都释出的时候 我们的鸡油基本上就炼好了 我们说的是家庭简易版的炼鸡油的方式啊 好 顺时 你看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啊 我们大概现在炼了有三十分钟了 是吧 可以 所以现在把它关火啊 我们现在把它给直接盛出来 你看啊 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呢 肯定你看有一些渣子对不对 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小密筛 来 我们把油给它倒出来 这个把我们渣子给它控出来 好 这个锅底就不要了 来 我现在把这个拿开 看一样我们这个油的感觉啊 哇 是不是金黄色 不错呀 哎呀 看来我们这个筛子还是不够密啊 有一些更小细腻的渣子在底下 不怕啊 我们就让它慢慢的沉淀 有这个鸡油 哎呀 但是我们买了一斤鸡油 说能出八两 这还真没有八两 没有八两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油肯定会吸附在我们那个渣子上面 我们那个渣子会都 甚至给它剁多脆 咱们拌个饭 或者是哎 做一个什么小菜 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点鸡油呢 如果要是炒菜的话 我觉得至少炒三十盘菜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家庭版的链机油成功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 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